大家好 我是江神 那这边很很荣幸可以在这里对大家介绍就是 如何透过某种等级的监控来降低维育成本的这个webinar的线上研讨会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谢谢那个接下来为我们做了开场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整个的整个的课程 谢谢 那首先我们会先从用简报档的方式先让大家大概了解到我们整个系统的运作面 那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就像杰西说我们可以旁边有对话栏框可以输入各位的问题 那我们会在会在整个结束之后会大家会替大家意义的回复 谢谢 那首先我相信大家对SolarEG的产品一定有部分的认识经纪的歇息程度这样了解 那产生要组合好一个SolarEG的彻底的解决方案 基本上你要有优化器inverter 那旁边这些监控系统商业收集器环境感知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配套措施 那其中呢其中三个东西一定都会存在在各位的案场里面就是优化器inverter跟那个监控系统 那至于下面三样东西这两三样东西的环境感知性是我们的选购配备 以及配合我们的商业的那个资料收集器 那在这个部分啊我们主要可以利用我们的维运系统啊 在监控页面上可以让大家做一个人力成本上的减少 那大家也知道在传统型的逆变器上面啊 我们上去就是你要一片一片模组的翻一片一片的查才能知道说 我到底是哪一片板子有破片有银列有刮牛纹有热板等等 那如何这些啊我相信都是站在维运的人力的开销上是最大最大的硬币 那当你使用我们的系统时我们会有维运的页面给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说 我我我到底是哪一片板子出问题啊或是哪个液化器有坏掉 或是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你的问题可以减少人员人员在屋顶上的时间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降低你的成本效率就会提高 人员人员就不会在高压情况下进行像呃现场一些troubleshooting 那其实我们的维运系统上基本上我们会有两个方向给大家使用 一预防性的修正性的 预防性的就是可能我是不是哎板子脏了我该洗板子 哦我是不是要去现场做些其他的检点 那修正性就是说啊可能我东西有坏了故障了故障排除上的话 如果用最有效而且最短的时间内可以来了解我的系统 我的暗场是不是有任何其他的状况 需要进行维修或是做更换的动作 其实这些不外乎所需要的东西都是呃时间跟人力 时间跟人力时间可以省下来人力就一定会跟着省下来 那在这个页面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模组等级上的监控啊 25年的免费相信这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的 那我们也是用一个呃用颜色的方式来区别 也让大家知道说我当我开页面起来的时候 我应该看到哪一个地方是我先去检测的 哦那像在这个图示上我们看到很清楚就是这两个 管子啊颜色比较深就表示他的发电量真的比较 那我们的监控页面上啊在这里也会提供出哦 产能哦发电量运行时间还有PR值一些财务绩效 这个在待会在后面的那个我们的网页上操作 谁会这边会告诉大家 一样那我们再可以因为我们是模组等级的监控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每一片模组 每一片模组去做一个呃内容的分析 它的产能的产能的分析或是在电器参数的分析 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我是哪个板子真的有状况 我必须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测 可以用这种方式所以说我们可以像这样的描述上 这只是一个案例而已这是一个示范 那待会我们还是会在我们的监控页面上去模拟这个 画现场的那个图给大家看一下说 现场这个是长什么样子的 哎一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是呃因为这是已经发生过的案例 那因为我们现场的案子才刚建好 所以基本上可能没有像这个 目前这个展示的这个页面上看到会是这种情况 这是一个展示页面告诉我们当 黄柔机管10小时我显现出来的电压值会是什么 那这个对照组跟一个呃 对照组跟一个实验组上的差异性 那我们的监控音乐上还提供了两个呃 远端的操作功能一对二重启 那配对上的使用上呢是为了要让 呃大家在远端时候可以让进行优化系的配对 那原因是因为也许今天可能大家建立暗场 好再开暗场那已经很晚了下午4点5点了 可能太阳都下准备下餐了 没那么多能量可以进行配对时 我们可以先把 你们的电源AC电源送好 摇头开关放在on的位置 那大家就可以 网路当然网路也要先接 网路要让这台远端能够连上 网路 那回到办公室之后 隔天早上起来去按个指令配对之后 他就会进行配对 那配对完之后 他就自动开始发电了 会有这种情况 会有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各位不需要前里一条条的跑一趟去现场 还要按个实体开关做什么动作 进行配对然后发电这样子 那重启的功能 顾名思义就是把整个inverter进行 重启reset的动作重启 那有些故障会在这边就 应该这样而就排除了 这样子 ok 那我们这个页面上 这个页面上在 我们的监控面上也会看到 这个设备屏幕 其实也是一个蛮受欢迎的功能 那这个屏幕就是告诉我们现场的 机组的电器参数有什么 有什么 那这个按钮 这个蓝色小按钮 就相当于就是现场一个实际按钮 那 这个其实这个图是模拟我们以前有 萤幕的那个机器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那这是一个虚拟萤幕在我们的网记 网路在我们的清空页面上 这个功能其实很好用 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 现场的基础状况是不是有在残能 那也会有一些故障讯息跟一些其他的资讯在里面 我们只要按这个蓝色按钮 就可以知道就是现场的机组的状况 这样子 ok 那下一页 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在模组等级的监控系统下 我们可以在预防性的可以做什么 然后预防性的可以用远端的电脑就可以完成的动作 我会有哪些我可能不用去现场看 我只要设定好我PR值低于多少时 我应该做什么动作 在这里我在远端我在荧幕前面我就可以知道 所以说基本上这边就可以让你省下 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 至少车在车那个车辆使用上就可以省下一笔钱 那日常开支上我可能违运成本人力上的派遣上会更有效率一些 所以说我在不管在违运上面的或是修正性上面的时间省下来的成本上 大约会初步估计上会在15-25%百分比左右 那这个东西可以就是有几个好处 一我可以减少违运人员在高风险下的作业环境的时间 第二我可以安排好我的那个违运设备以及工具 然后第三提供给投资人 我现在是业主最想要看到的就是这个性能报告 我在多久时间内我缠了多少东西也很清楚可以提供给客户 也不会说像以前主创型的 我可能某组失配了或者某组破片了 我要经过若干时间后我才知道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是一个比较及时性的东西 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远端的系统的检验程序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就是配对 就像我刚说的那个配对的功能 配对的功能 配对的功能无疑是另外一个我们做 那个修正性的微物保养的时候的一个有利的工具 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些这些字件是英文的 那没关系 各位选择你们的作为原模式在中文的时候 也会看到类似的字样 当我点一个点inverter按右键时 会出现资讯栏 资讯栏位里面就会有告诉我们这些讯息 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 一定要是在跟我电脑的时间 笔电的时间是 差不到30分钟之内 表示说这台inverter是有连上网路的 有连上网路的 那执行配对 一旦有连上网路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下远端指定给这台inverter 你才有办法可以叫他做你想要叫他做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 在执行配对的时候 时间最好是在太阳比较大的时候 阳光比较照射量比较多 比较充足的时候 也就是在可能11点到下午2点左右 这段的尖峰时段 因为优化器一代执行配对时 它需要能量 它能量来自于板子 板子的能量来自于阳光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个时间上大概是落在 11点到2点 那有人就会问 那表示我11点到2点就不会发电吗 事实上不是 我配对时间所需要的时间很短 大概只要180秒而已 180秒后 它就会开始 再进入试电模式 就会开始倒数300秒 300秒结束之后 它就会开始残忍的 也就是说我可能前前后 加起来不用10分钟 我的情况下 我配对完成 只要有故障排除 我就会开始残忍 那为什么这里要写30分钟后 开始刷新浏览 其实是因为 我的inverter要上传资料到server去 然后你的笔电 你的电脑 远端再去 摄个抓资料下来 这时间前前后后 大概需要一个30分钟的时间 所以说 当执行配对后 可能有点耐心 我可能去喝个咖啡 吃个水果 30分钟再来刷新浏览器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目前状况是不是ok了 这样子 那这边的图示上这个icon的指示 这我们待会也会操作给大家看 是不是会像是这样子的状况 ok 那 好了之后我就确认我优化器 有没有失去通讯 有没有失去通讯 一样我们就看优化器 的时间点 通讯时间点 是不是像这里显示的这样子 有即时的时间 我们所谓的即时 是跟你笔电时间误差在 15分钟以内的 我们都称之为即时 ok 那在网站上列表讯息里面 我们会看到几个符号 绿色勾勾 这个问号 黄色棋子 金刀牙跟叉叉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案场上 的一个 图示性的一个提醒符号 提醒符号 打勾勾的就绿色勾勾表示说 暗场已经建立 但是我还没有资料送回去 那就可能 是不是要去查一下 就是说 我有什么地方 是不是网路没接啊 电话费没缴啊 诸如此类的 好 那 之前有通 就是像这个第二 之前有通讯啊 目前无通讯 那可能是不是有断线了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查一下我们网路设备 是不是有问题 这样子 那 出现黄棋 黄色棋子 这个 可能就是告诉我们 诶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诶 我是不是在暗场的 模组 有没有发电的情况 或是有资料没有回传 都有这个棋子显示 这是一个条 这几个符号都是一个条件 都是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 就是看各位的设定 那在这边 第二个 这个金难号呢 是指说 我有一个模组 单一片模组 或是一整串模组没有发电 我就会用这个金难号 告诉大家 那 当我看到像这个 红色叉叉时 也就是表示一个 或是多个以上高警示的 呃 的状态发生 那有可能是inverter 没有发电 或是有整个串列都没有发电 有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也就是说如果我从等级上来看的话 绿色应该是状况比较轻微的 红色叉叉应该是 比较 比较严重的 那这个部分的设定上 我们在监控应面上也会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从这里去决定 你要用哪种等级的人来 提醒自己去做一个现场的微运 ok好 下一页我们在这里看 那将来 如果你将来所有的 拥有的暗场 可能超过一个以上的时候 或是一个时 你也可以做个这样子的计算 多个自己心里会有个谱 就是说我的 我的建制容量 跟我昨天发电量 笔值 算起来是多少 这个你看我们看第一个是 9分之21 然后大算出来大概是2.17左右 那如果今天有可能经过若干天 或两个礼拜后 你发现这个鼻子已经变得好像很糟糕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 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去现场看 就是说 是不是有什么叶子 或是有帆布 棉被 遮住我的板子 掉在上面 隔壁邻居塞的衣服掉下来 我要去稍微把它清理一下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看大家对这个 微音上的敏感度在哪边 这部分其实我个人也有在用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这部分 建议是大家可以试着操作看看 下一页我们再来看就是如何 在使用远端的监控页面来做一个就是 修正性的微韵 第一我们步骤 我们有几个步骤 请大家跟着一起看一下 所以我们当我如果发现一台inverter 一台inverter是黑色的 没有在发电的时间 第一个先联想说 我一定要有通讯才有资料回来 我如果没有通讯我没有资料回来的话 我当然也会显示这个 这个黄色 会有显示这个黑色inverter的现象 所以我先去确认通讯 像在这个案例上 inverter没有通讯 因为它的时间跟我现场的 理电的时间可能已经差了 这个是9月19号 下午4点07分 可是我目前的时间有可能是在10月16号 表示这台inverter已经离线 已经跟网路拖离线离了快一个月了 所以我第一个可能会想到就是 我要去检查一下网路设备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那可能先解决 网路设备问题之后 才再来解决是不是inverter的状况 或者是我到现场去 反正网路设备在我们旁边 inverter在旁边 如果我今天inverter真的没有发电了 没有发电了 我的网路设备是好的 那我就检查我的inverter 我就检查我的inverter 其实这是现场的一个实际上的操作而已 是这样子 如果在这个页面上是告诉我们 没有通讯时会有什么样的显示 第二点 第二点 在inverter 有没有通线的状况 怎么做错误 诊断 我们在这个页面上是告诉我们是说 是告诉我们说 Zeta Inverter Zeta Inverter 它有没有正常投入 然后在操作小萤幕上 我们是否看到这个 Zeta Inverter Zeta Inverter 是说它这台inverter有连上我们的 Zeta Inverter 我远端就能看得到 我远端就能看得到 那如果说有坏掉的情况下 你有做更换的话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些 序号的更正 的部分 这样子 其实我认为 可能在前面的时间上确认 我认为是更理想 可以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 Zeta Inverter Zeta Inverter 有没有连上网络 是这样子 再次可以证明说 我Zeta Inverter 可能 有在通讯 我Zeta Inverter 有在通讯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有两个时间点是一样的 可是它却没有产能 没有产能 它有DC电压 我们可以读它DC电压 也有14电的电压 放下去没有法定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判断 就是说 我Inverter有状况 我是不是要去读 它的故障代码 或者是 我要有人去现场看 这页也是告诉我们 如果说我今天也是 没有通讯状态下的话 我是不会看到任何时间点 这个页面 是我当我去点入 这个Inverter 按右键时会有一个系统资讯 会有一个系统资讯 会有一个系统资讯 按右键时会出现 Information Information里面会有一个系统资讯 这种资讯 就会告诉我们这种情况 那在这个下面这个栏位 会出现这台 Inverter的一些电器参数 也没有任何电器参数 那我可以判断 这台Inverter 它是没有任何通讯的 它是没有任何通讯的 所以我可以用这两个 无资料的方格来佐证 就是说我在Inverter 没有通讯时 我先解决我的通讯问题 这样子 好 那 假设我今天在Inverter 有通讯的 但是我的电压 我的工作电压 VDC 电压维持在一个 Idle的状态时 载机的状态时 我们看到这个 800 800 750 因为我们的Inverter 是750 电压工作 所以我一直处在Idle的状态 我不发电 就表示说 我的基础一定有什么状况 还不肯工作 还不愿工作 也许有决定异常 或者是 有其他的 什么漏电流 造成他的这种情况 那 在这个部分 如果说 我今天看到我的 VDC电压 是等于我的安全电压的时候 几个东西确认 请确认你的 牙头开关位置 是不是在on或off 请记住 这个开关是一个指令开关 它并不是实体的物理开关 它不具有任何切断电流的功能 在这边 它on或off 只是一个指令 告诉Inverter 我现在要工作 与否 那 如果说是在off的位置的话 如果是off的位置的话 我就请他把他送到on的位置去 就可以了 那如果没有配对 请执行配对指令 那执行配对指令 还是确认我网路状态是ok的 就可以使用 这样子 那如果说第二个 像第二个这个VDC 长时间高于 那个额定工作电压时 就是我们这个800 idle状态 但是一直维持在idle状态很长时间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要 认真的去查一下 是不是有故障码了 有故障码 一般都会在 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小屏幕 里面会看到一个 会有一个error code 会看得到 那error code的内容 在我们Solage的官方网页上 你只要搜寻 inverter error code 也可以搜寻得到 那个相关的那个列表 这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是否确定 inverter有在发电 information之后 会出现这个season data 在这里 在这里就会出现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 就会看到 相关的讯息 那在这边 你会看到一个error 点进去 你会看到是不是有error code 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那很多错误讯息 其实都是因为设定错误而已 那修正好就好了 其实没有什么 好下一页 我们来看这个 如果说我今天想看到的情 我们刚看到的 一个是黑掉的 那不用看 那是通讯的问题 那如果看到现在这个情况 我先试台inverter inverter的颜色比较 稍微深了一些 我应该是想 算这个 呃 应作值这个 是不是比例上 跟它真的 如果说 现场这个暗场 它没有方位 没有遮音的问题的话 我是不是 就可以很合理的怀疑 就是说 是不是有板子 有状况了 我需要去现场 查一下 我们模组测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个值 呃 常常很多人在用 我也在用 就是因为这样子 哦 这样就可以知道 哎 我是不是要去跑一趟现场 啦 去去现场看一下 是不是该洗东西的 哦 诸如此类的 专业发电不佳 这是常看到的情况 那 这种情况下 不 发生很多 大概都是因为 防卫桥的问题 啊 哦 那其实在 这个 发电不佳的情况下 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页面上看到 我们在操作时 我们可以利用 单一日的 单一周的 或是单一月份的 或是单一年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板子的 呃 的发电的状态 从这里来可以看得出来 那 如果我今天 单一天的看不出来的话 我可以选择 单一周的 哦 更换时间轴来显示 发电模组的一个 的情况 那待会我们再回到 实际的页面操作上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给大家看 也会有这个给大家看 我们会有一个 播放回播的功能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一整天 我一整周 是我的模组的发电状态 因为如果我们是属于遮阴的话 我相信是时间性的 那一定在某个时段时 会有阴影遮到 因为台阳是一直在跑的嘛 所以说只要过那个折音时段 就不应该出现折音的情况 可是还持续出现 有发电不良的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要去现场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东西 还是有任何异状 发生在我们的模组上面 折音的话 所发生的是 我应该 我的发电的功利点 应该就会往时间往后移了 因为就是时程的关系 你看像这也是一样 发电时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我的发电效率就会躺下来了 这个时候阻塞 这应该也是东西向的问题 这个状况 我相信在很多 大家应该都会看到 发电功率突然变成零 那这种情况下 很多是发生在就是说 因为是设定 电网上的保护参数设定 就是电网保护参数 就是中午时段 中午时段 可能大部分发生在工业区 大家都在休息 所以天下偏高 所以我这时候会停机一下 然后 状况恢复了之后 然后才会 又解除这个状况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 现场时 我在台电挂完表 离开之后 我可能就会把这个电压 改到一个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 不会造成 这个情况发生的一个参数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就是 优化器的 优化器的层级 一样 其实SolarG很依赖网路 所以 第一个 我只要看到 颜色不对的地方 我第一个确认就是 网记网路是否 网记网路是否有连结 如果网记网路没有连结 我可能会在这位 先考虑先连结网记网路 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样子 一样 这都是网记网路没有连 优化器 无显示资讯 其实这个都是跟网记网路有关 因为 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最近 我最近新弄好的一个暗厂 那待会我们也会拿个暗厂做示范 因为他已经 建立好了 那时候网记网路没有通 所以我当我去连去 连结这个网页时 连结这个站点时 我是不会看到任何 任何讯息的 我是不会看到任何讯息的 所以都一片黑黑 一片漆黑 就会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 inverter也一样 只要没有任何讯息进来 没有任何产能进来之后 我的inverter以及我的优化器 都会出现一个黑色的状态 那一样我去点选优化器 把光选出来之后 按右键 因为在资讯里面 我看到的所有的通讯是零 也表示这是 没有任何发电的讯息进来 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暗厂 已经很早前就要发电 这个网路一直很晚才建立好 所以这边也让大家看到 就是说 呃 当你有网记网路跟 呃 发电讯息的时候 其实你要操控上 真的会很轻松 会轻松很多 如果今天 有人跟我说他站点没有 没有发电 那我看到这种情况 他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协助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 会跟他说 我们先去现场 跟他会同 然后去现场看一下 我们记网路有没有问题 如果网记网路有没有问题的话 还是真的 情况下 我们会现场直接帮他做一个 一个 一个 故障排除的动作 ok 那 优化器 优化器这部分上的话 我们在 在 优化器其实我们只要常 在那个什么 又 选择他之后 看只要有有相当的那个通讯时间的话 有通讯时间的话 我们就会看他的相关的那个电器参数 对不起 就会看他的相关的电器参数 那我们在 其实在 优化器的栏位会有一个是写一个pok 这个pok可能 你大家 因为现在我们的基础已经改成是没有屏幕的了 就是用手机的app去连结 会看到pok值 就表示说我 我现在的配对状况是成功与否 我如果看到pok 他会出现一个数字 48 斜线48 表示说我有48个优化器 我配对到48个 48个都有跟我回报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看到这个pok的值啊 可能是47斜线48 那表示可能是有一个优化器已经失联了 或是说有个优化器故障 没有回报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针对优化器去做 去在监控页面上去找寻他把它找出来 那到现场时 到现场时 其实这个这个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动作 应该是在暗场在当建立的时候 当建立的时候都会做一个优化器的安全电压量测 安全电压量测 那这边会出现几个 8颗优化器 我应该量就是8伏 8伏特 8伏特 那1颗优化器就要1伏特 可是如果我今天量到 是37伏特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要朝两个方向想 第一 有没有可能我直接量到板子了 量到模组 我并不是量到优化器的输出 长线端 那如果 你百分之百 确认你是量到优化器的长线端 也量到37伏特的时候 请再换一颗优化器量量看 就是说确定这颗优化器是不是真的有 有V-IN等V-R的现象 如果有的时候那你可以就是拍个照做个记录 那把这个优化器换下来 那我们会 可以再以保护名义会再申请一颗给大家 这样子 那量这些的时候 请大家就是 就是量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的电压这值可能会有点飘动 那飘动范围其实大概在0.9到1.1几左右 只要大家这个范围应该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OK 好 一样优化器功率优化器未发电子 先看一下通讯是不是有通 好通讯有通 我们看一下这个产能 0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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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为什么是0产能的 到现场时那当然也是就是 断开这台逆边器 断开这台inverter 然后去量这一颗 优化器的输出式的1伏特 而如果没有1伏特是0伏特 那请大家帮我们把它换掉这样子 那如果是整个串列没有发电的时候 如果是整个串列没有发电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下我们的设计 这个暗场的设计上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哪里有问题 可能是不是在设计上面有违背的设计原理 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重新设计 再重新配的一次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情况下 如果说各位 这些暗场设计上都是发了 都有跟随到整个设计原理的话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是不是DC的Fuse又烧了 因为这几天长 我遇到两三场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DCFuse整串不发电 然后这两场已经跑了大概两三年了 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电器的概念 请大家就是 就是苹果的去应用它 OK好 模组间的比较 其实这个也是 我相信这个也是 这实验组跟对照组的差别性 那如果同个方位 两片板子是紧别在一起的 那它的毯值上差了一个370 一个530 差这么多的时候 这可能大家要去注意一下说 我370是现场有外来因素造成的 那在这个判断的之前 先了解说 我这个现场 是不是有遮阴以及系统的 范围问题 东西向南北东西向的问题 这样子 或是遮阴壁针 太子楼女儿墙 其他的管线造成的 这个环境因素 会是造成这个 造成这个的因素很大一个 如果这因素都排除了 那真的凉凉碳板模组 是不是真的有状况了吧 一样 功力优化器是否运作不佳 就像我们刚提到的 遮阴只会发生在特定时段 如果你是整个时段都遮阴的时候 那 那个就是 遮阴整个时段的 那我们看到应该不会是像 这个图面上的显示 我们看到应该都是 相对性的这个波形 都会比较小一点的 有四种方式 我们可以确认遮阴 因为 一是模组的电压 你相信遮阴的时候 你电压出出 真的就会 掉下来嘛 这种情况下 因为遮阴的模组会有不同的那个功率追踪点 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我看到的那个 弧形也会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说为什么要有实验组跟对照组的差异性比较 这是最容易比得出来的 最容易比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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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待会会有其他一个回放功能 这我刚刚提到 在利用布局的回放功能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这个板子在整天的时候 什么时候亮 什么时候按 我们待会 会去使用它 在这边 我们有一个这个影片上可以给大家看 会像这样子 再来 二极体管动作 这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二极体管动作 大分都可能会让你损失三分之一的功率 损失三分之一功率 所以说 可能 你要注意 可能这边要注意 为什么是三分之一 或者六分之一 是说 当你是两片模组 使用一颗一对二的优化器的时候 如果你损失六分 你先要 我们要先了解说 我是两片模组 我是一片模组 接一颗优化器 那这个情况下 我才可以知道说 我到底是 哪一片是有问题 哪一片是有问题 如果是损失六分之一的话 那表示说其中 有一片的二极体已经作动了 或是已经坏掉了 这个情况 那如果三分之一的话 我们可能在现场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两片都有问题 还是有其他的状况造成 就是说 有三分之一的损失 或者六分之一的损失 OK 好 那接下来 如果是整串不发电 或者整串的发电都很差 之后 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去 看一下现场的我的低吸箱 汇油箱 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OK 那再来就是一个 连接性的松脱 可能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 允许小电流造成的电弧 这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 那个板子 发电的状况比较不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要把这个串列关闭 把inverter先off 然后再去 针对那个有问题的地方去做 检测 或是维修之后 修正之后 再把它投入运转 那 这个部分我们是 这个部分 其实我在现场有看过很多人 就是直接 inverter在运作中 我就把这个 有问题的 主钻的低吸开温 直接off掉 弄好 再直接投回去 在这边我真的 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 这是会有一些 那个 基础上的 运作风险的 那我们 剩余一个就是 良好的电器人员 从业的 从业电器人员的话 我们应该是从电源端 把电源慢慢关回来 inverter off 那再去关这些 低吸开关 这样我相信操作上 会更安全一些 那一样 这边看到就是 我有脏污的模组 在清洗之后 我发电的状况 就整个上升了 一样 在这边也是 发电差的模组表现 大概会是什么情况 所以要实验组跟对照组的差别性 就是在这个 一样 这也是就是有遮音情况 时我发电的 的模组电压 就跟别人 就有很明显很明显的差别性 这是我相信 实验组跟对照组这个东西 已经是大家常常在一样的 那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在 Youtube上面有我们的相关的监控页面的一些影片 我们可以上去找 可以上去看 那在收代机的官方模组上 有这一 大家看到这个 service support 这个 它里面有相关的工具 可以让大家去做使用 可以去那边搜寻你要的东西 相关的关键字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像如果你今天想看监控页面的 你就搜寻monitoring 它就会跑出来 那inverter的 你就搜寻 按个inverter 它可能会出现个 十几个让你自己做选择 在这边 简报上大概是这样 待会我们会进入那个操作的页面 这个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要用的 那个操作的那个监控页面 那各位看到这个中间这个部分 基本上是我现场的内奥图 它的物举图是长这样 那 左边这个呢 就是它的 它的一个现场中 它有一个小小的屋顶 那这个屋顶会遮到这一个 会遮到我左边这一排的那个板子 那这边这一个呢 会遮到这一排的板子 会遮到这一排的板子 那这个图inverter 我是安装在这个位置 大家用对照性的来看一下 这边是有个斜的屋檐这样子 这在屋顶型的 这是一个屋顶型的 这是一个屋顶型的 那 大家就是在申请好账号的时候啊 申请好账号之后啊 申请好账号之后啊 可以在我们这个login里面 选择这个monitoring 然后输入你的帐号密码之后 登录 登录之后 你就会进入你的相关暗场 在这边我们今天会拿 我刚刚建议的那个暗场啊 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基本上你进去之后啊 这网页上我们会 会看到大概有这六个icon 会有的icon 会看到这六个这几个图示 那这几个图示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这边有支援哪些功能在这里面 支援哪些功能在这里面 第一个仪表板 也很顾名思义 就是说我来告诉人家 我这个暗场会有哪些东西在这里 一些比较一般性的讯息啊 目前功率今天发电量 这个月的发电量 以及整个使用期间时 所产生的电量有多少 有多少 那在这边我们会看到 我是以前功率与电量的计算 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这一页这边 这这一个部分是在讲说 我这个月四月份的 因为我这个暗场是18号才开始有通讯的 所以我18号东西就开始有了 那这边上看到就是说 我四月八十九每个月一直到今天时 我查了多少的东西 那18号我就查了175k瓦小时 大概是这样 那下面这个是指四月的 以月来做计算 那在右边的部分啊 右边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放你的 这边你会放你要放的图片 你可以放你暗场的图片 这个暗场的图片 暗场的一些空拍图 你可以放你的空拍图在这个位置 那这里就可以放你的公司的资讯 你可以放你们 也支援GIF党 大家也看得到会跑的人 对 那这里可以放GIF党 那这边的话很多公司都会放它的 现场的空拍图 那目前因为那个时候我去现场 没有空拍基础 我就没有拍空拍图 所以这边先放个 谢谢大家的照片给大家看 然后目前电场状态 很好 有在发电 然后没有任何故障 那这边有个ID 就是每个暗场 自己的ID number 会在这里 然后你建立的下园名称 它在高雄的什么地方 这是在高雄 对没错 那什么时候安装的 然后这个暗场上次的 通讯更新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这个暗场的建置容量多大 那目前 那个就是暗场附近 它的气象资讯是什么 那接下来的气象预报 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大概是在落岸哪个 哪个等级 那再一个 环保 环保性 就是我减少了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当于我中了多少数目 这个是比较绿能的部分 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是我们仪表板的部分 那接下来进入布局图 布局图可能是大家 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在这边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物理布局图 就是刚刚看到 我在屋顶的排列 它还是长这样 这是一个小小的斜坡屋 屋顶 那这里会遮阴 所以很明显看到 这边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今天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我到这个暗场时 我开启这个暗场 我怎么确认这个暗场 有没有通讯 请就点你的便流期 然后按资讯 资讯的时候 就会看到 我的最后测试时间 最后测试时间 其实跟我的电脑的时间 是差不多的 OK 两分钟内 我就认为这个通讯是正常的 所以我就可以来这边看 我的inverter 是序号 我认为定义名称 它是哪个型号 CPU版本 DSP版本 国码的设定 国甲安装在什么地方 那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 那个AC grid的一些特殊的应用 没有没有 那就不用管它 决定状态好不好 这个也很重要 这相信大家以后 会常看到 目前的产能功率 有没有收到功率签子 没有 低吸电压 我的inverter的状态是 发电中还是 睡眠中 还是在待机中 这边都会 或是off 或是停机中 这边都会告诉大家 然后一样 我这边看到电压 电器 那个试电电压 大概落在哪边 那接下来下面这边还有一部分 目前的电流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应该还没 应该这个现场应该有遇到 我认为应该是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交流直流电流是指 另外一个ACDC的成分 就是说我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杠井有产生时 会出现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基本上 让出现值应该应该都已经停机了 那 交流电压 我目前电压多少 目前的输出的电流是多少 目前输出的电流是多少 然后我的 我的功率因素 COS&C塔是多少 目前输出的实工 虚工以及四载功率 大概是这样 那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其实只要在 你只要在游标 一直在这个页面上 卷轴 那个滚轮上下卷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 决定你要看哪个实况 的部分 这样子 这个是在Dashboard的部分 那刚刚 我们这边有几个 我们刚刚有提 这个树状 显示图就是 会告诉我现场的 一些配置状态 舞台被扭器它就出现五个 那我这一串里面有配合三 配合三串 那个不同的 长度的那个 优化器 我就会出现这样 然后每个模组 大概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重点 显示重播 显示重播时 我们可以支援 就是说 你要支援每日或是每月 可是我们有限制是 你暗场在 若干容量以上的话 可能支援到 某个 某个 某个时间点 就不会再上去了 那 目前我们这边还可以支援到 像这个暗场 我们支援到每 每周的 等下去 可能要花点时间 它载入好了 那你就可以 按Play 就可以让它知道说 我 好的时间是怎样 你可以加速 跑比较快 那各位看到就是说 我这个 看到板子就 有亮变黑 有亮变黑 那你一个手动去拉它也可以 像这样 像这样的状态 然后再来就是物理布局图跟逻辑布局图 物理布局图 顾名思义就是用有逻辑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 它是长这个样子 这也很重要 这也很重要 大家不要到 这个在 布局分布上 请大家要花点心思在这个部分 那物理布局图 顾名思义就是让 让你的配置 跟你现场实际上一模一样 如果我今天看到 这一块板子比较黑 我就知道 我要去这边查询 这一块板子 是不是有任何的状况 那我们这 像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看一下 我这 这两 这四片板子 因为我这是一对二的优化器 我来看一下这边 是不是有 发电状况有异常的地方 看起来是通讯好的 发电状况都差不多 优化器电压 那个板子来电压都差不多 电流很好 就可以 大概这优化器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 我们进入这个 图表的部分 图表的部分 图表顾名思义就是 我可以去点选我要的指定物件 来去针对这个物件 来画出我需要的一些 相关的电器参数波形 像我现在点逆变气 那我希望 变流器 我希望看到它的交流输出功率是多少 那我可以点出来看 他就会告诉我说 我这个礼拜 从18号那天 一直到现在 我中间的 来去去是什么情况 那好 那这一天 为什么这一天 冬天突然会掉下来 那我就用圈选的方式 把这一段框起来 他就会把时间点 浓缩在这一天 然后去看你 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天 机组突然有 有在9点半的时候 有被 有被关机一次 那看起来 9点44分又被关机一次 有两次的关机 那在这个字 11点44分的时候 到9点 12点29分 这段时间他还是没有产能的 这段时间 那我就可以去查 现场是有 有人在做了什么事情 去让他造成这种现象 那这是 交流电量的部分 那其实 这个是这三个时间点 是我在现场我做一些测试 那我在安装一些东西 所以 我有去去 自己的关机的动作 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 就是会 就是 就是 画整 选比较多的一些 条件来做这个图的会整 这是我们可以列来 新 新的图表 然后选择你要画 那我现在想要看到 三项的电流 好我来选三项电流 我就会看到参加电流是如何 我这边就会出现 那你只要 如果我今天想要看L1的 我就要点滑L1 之后L1的颜色 就会变比较深 我看L30 L30的颜色比较深 那记得要把那个 反圈选回去 这是一个layout部分 那一样模组也可以看 那模组我可以看的话 我可以一次全看 或是我只看这个 呃 看这么多片 这么多片 那我可以来选择看它的 输出的 呃 模组电压 优化器输出电压 对不起 建议大家都 用新增 添加新的图表 那我来看就是 模组的电压 啊 优化器电压 以及我目前的产能 就是多少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一下 嗯 这跑会有点时间 可能在网络上需求 可能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样子 哦好了 那如果说我想要特定看某个 时间点的 我其实我只要 游标移过去的时候 我就会把游标 附近所 我会碰到 碰触到点都会把它做一个像这样 数字性的显示 告诉大家 那我也可以把这个 一样 这部分做个 圈选起来 圈选起来 它就会 解析度 就会更 更密集进去 让我知道说 诶 我这天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在图表的应用上面 那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报告的部分 那报告部分 其实这边 主要是为了要 让大家可以定期的去 输出你要的一些报告 好了 我们报告分几种类型 一交流电量 就是我在这段时间内 我的产能 第二 我电站的状态 我现在这个电站发生什么事情 或是 目前的状态有什么 会告诉大家 第三 调试报告 其实就是 呃 电站那些系统资讯 那里面有 有没有的序号 逆变器 那个 应用的 的 的 一些序号 跟一些 一般性的 讯息 告诉大家 然后再次模组 适配分析 那 其实这边 的情况 的这个报告应用上 其实还是要看大家在 违运上的如何使用时 做一个 选择 那你一样可以选择 你的报告 名称 输出格式 我们支援这三个格式 PDF Excel 以及 HTML ML 的一个格式 那语言 就看大家想要选用哪一种语言 这样子 好了之后按生成 他就会开始跑报表 然后 警示 警示的部分 其实这部分 这部分因为我们的时间上 会比较紧凑一点 所以 这个部分我会跟大家大概带过 大概讲一下 那 在这里啊 就是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他会 把目前有的 故障讯息 会在这边秀给大家 那秀给大家 大家看 可能就 没想到就看而已嘛 对 可是还有另外的功能 很比较 这边我就比较值得一提 就是说 如何 让你的使用者 可以收到讯息 我们在这边 会有个显示规则 选进去之后 他会有这些 这些选单 这些故障嘛 故障的选单 你可以从里面选择 你要的 你要的 来寄相关的通知信 给相关人员 那 我们第一先定义 这个 假设 就是 没有任何资料 从 暗场传回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 我先 点选他 这个open rule 打开他的游戏规则 是什么 是有这些条件 任何一个条件成立呢 那就表示每个要点起来 那你有没有enable他 有没有智能他 那你要收到讯息 一定要智能他 才可以去know 然后条件 条件过敏思议就是指 他在多久时间内 没有收到任何讯息的时候 我就应该要寄信给某某人 这样子 给某某人 那在这里我们还有 通知者是谁 就在这个地方做选的 因为目前这个暗场 我没有设定任何人 收到通知信 所以这边不会有任何讯息之外 基本上这边会 会有看到有人出来是真的 那这个名单会在哪里 我们待会在管理这边会讲到 那记得这边选好之后 一定要按这个save 一定要按这个save 他才会存档 你如果没有按save的话 你只是选择 没有要做存档的话 他不会寄信给任何人 就算我已经选择了 可是为什么没有寄 因为里面有存档 请注意 这很重要 那这个章节部分 因为他东西很细 所以我希望是说 如果有问题是这个 大家可以就是 在整个研导会结束后 可以跟我说 你有什么地方需要协助 我可以跟你们讲 那再来一个 我们进入管理的部分 刚才警示 那我们现在就是管理的部分 你进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这个 电站的详细资料 那现在详细资料上面 我们就会有电站的一些 物理讯息 这个电站叫什么名字 这个电站状态是什么 有打信号是一定要填写的 那这个电站他的功率多少 这个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一些PR值的计算 这部分我相信 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安装日期什么时候 这也是自己填写 这个按照这个案场是哪一间公司 所关联的或是他建立的 这样子 那 那业主名称是谁 这个收件人是谁 这个 owner的那个收件的邮件 电邮地址 他的地位置 那这个页面上啊 其实比较 我想要提的是这个 当你在输入地址之后 他就会帮你把这个电站移到你要 移到那个 Googleman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在这里就要填入 地址坐标或经纬度 这边就会告诉你 那一旦我弄好了之后 他就会告诉我说 哎好 是不是要确认位置 是那就确认 在这里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 因为 今天唯一人来去暗场 他不知道地址 他会从这里来找 如果你今天把他乱移 移到高速公路上面 他就跑到高速公路上面去找 找这一台暗场 那我们今天他应该会恨死你 所以这个部分我请大家在那边 可能要 比较详细一点去做一个 一个记录这样 那像有些地方可能 你输入坐标之后 他会跑到别的坐标去 我们可以把 详细的坐标 把列举在这里 因为 我们这个MAP是参照Google的 Google可能会帮你 你这个坐标附近可能是101号的 中央动物一段101号 他就跟你标这个地址 你去那个地址中间找不到 所以我在这里是 建议大家可以在备注栏 填写相关的一些讯息 让你维运人员可以进来 网页上去从这备注栏 去取得一些相关讯息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 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在这里我们 详细信息里面 这个图像 你可以在你这个站点上 放入你的 电站的空拍图 我们这边是暂时放这个 安装商的标志 我们这个安装商很活泼 会放这个 新补图 会放 Homer的照片在这边 那在电站权限 电站权限顾名思义 就是我可以允许哪些人 可以经历我的电站 去做浏览 去看去注意看 那有可能你会给到你们的一些 可能就是 业主啊 或是出钱的人这样子 那在这里 到添加 输入 电子油 箭矢 相关人员等 就会收到确认信权 确认信权 请他确认之后 他就会有这个 权限出现的 那权限出现的时候 你要给他看什么 你就可以自己选择 全部 还是部分 还是只有仪表板 那仪表板 就是只有我们刚刚看到上面 最最入门款的这一个 Default的值 都是这个仪表板 然后最大全部权限就是会到这里 这一个 当你又勾起这个的时候 连这个都会出现 会有这种现象 那记得还是要储存 你不储存 他是不会看到的 那控制权限 你要不要公开让大家看 就这样子 不公开 那我就不要 就不要给大家看而已 就这样 那公开时 你可以选择是说我要用什么 这样子 OK 然后再是收入 那收入上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 就是这个上网 我的 我的受电费率是多少 我在这边去做个 去做个填写 货币别 你是用什么计价 OK 那我们在货币别里面 我们台币 我们选台币 那改变费率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卖的 我可能一度是卖几块钱 一百块好了 一百块 那什么时候开始起 4月11号起建立 就会开始帮你算了 那你就是可以 这边会大概告诉你 可以说多少钱的意思 因为我们没有离封电价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没有分时配率 所以我们都是 用这个东西来做计算 这样子 OK 那记得还是要储存 还是要储存 你要储存 这个才会有用 那 好 我们进入 那个逻辑布局图 那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其实这部分 大家会用到就是说 当我今天去现场时 去现场时 去现场时 我可能去现场 我有个 第一 一支三串的 这个优化器坏了 坏了 那我就会在这里做个替换的动作 在这里用 记得请用替换不要用新增 用替换不要用新增 那我替换之后 我就会从这里看到 我这个优化器 替换记录会是什么 是什么 会在这边出现 所以我再按这颗钮 我就会知道 我这个优化器 被替换成哪 从这个序号 从这个2897 换成1234的序号 这样子去看 OK 记得 还是要储存 还是要储存 这很重要 物理布局图 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说 我要 针对我发布的那个 物理布局图去做修改 如果我今天 我的建筑物 有做修改 有改变的 我建筑物有做修改 我可能这栋大佬有拆掉 我把这个板子移到这里来 那我可以在这里做移动 那将来 我发布了之后 我发布了之后 我的 现场的内奥 可能就会 我看到图示变成这样 那这边请大家不要 没事去弄它 不然的话 你将来可能看到这些画面 会跟着变的时候 你可能会 查板子的状况 会查的会蛮辛苦的 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 效能 效能 项能 项能顾名思义 其实只是说 我在超配比的部分的话 我直流分支交流 直流分支交流所出来的值是多少 那这个值出来多少 可能会影响到你估计的发电量上 可能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会做一个调整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这是我们 因为我们这里才刚又没多久 所以我在我的那个 这个预标板上面 我不会看到有其他的另外 另外的那个另外一个一个长条 霸出来 他就告诉我去年同时间我发了多少 预计若干年后发了多少 会有个指标性的东西 有告诉大家说你的暗场是不是有如你预期中的这样在进行 大概是这样 目前我们的监控页面上大概就支援这些讯息让大家使用 不知道各位这边还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看起来有 有有人有问了一些问题 问题 我们在香港一位有人有问了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 看一下 4 building 他的问题是说他这一位先生 这位先生的问题是说他们的他们在香港的一个暗场 他们有有四栋建筑物分别建立了四个暗场 他想要把它整合成一个暗场 有有这个可能性吗 基本上我会跟我们 我们可以去帮他做整合 可是这个权限上在 台湾这里的可能 我们要帮他提出申请 让总部的人帮他做 做那个暗场整合的部分 基本上是都可以改 每个暗场什么都可以改 除了我的ID number不能改以外 其他事几乎是可以改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他 我们在会后 会后 会email 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 presentation给大家 后面有我的email 就是 那像 这位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提出申请 因为我的权限上 我没有办法帮你做暗场的整合 那我会请总部那边的人 会帮你做个整理 这样子 好 这边是回答给他是这样子 OK 那 目前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 那我们 再帮主持帮教会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